大家好,我是阿宇 如果你现在身在湖北 是不是像我一样天天都有茄子吃 教你一个茄子非常好吃的做法 把茄子清洗干净 去掉地,切成长段 再切成小块 切好的茄子放进大碗里面 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翻拌一下 盐子大概15分钟左右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这个是我提前泡发好的黄豆 配料里就准备姜末,蒜末,小米辣 切好放进碗里 再准备小半碗的猪肉末 我们提前把料汁调好 避免等一下炒的时候手忙搅乱 一大勺的生抽 一勺蚝油 半勺老抽 适量的胡椒粉 小半勺的白糖 再加入几勺的清水 搅拌混合均匀 茄子已经腌制好了 把里面的水分给挤干 我没有洗,直接挤的 在锅里稍微多放一点油 把挤好的茄子放进去 用筷子翻动一下 中火来煎 把茄子煎到表面微微的发黄 并且发软的状态 把茄子夹出来 再把猪肉末给倒进去 翻炒一下 把肉末炒散 并且炒至微微焦黄 再加入所有的配料 翻炒出香味 加入一勺的黄豆酱 再翻炒一下 香味炒出来之后 再把黄豆给倒进来 把黄豆表面的水汽给炒干 再倒进砂锅里面 你可以直接在锅里煮 加入一大碗的清水 盖上盖子 中火煮大概15分钟左右 时间差不多 把黄豆挑出来尝一下 熟了之后 再倒进茄子 加入调好的料汁 盖上盖子 中火煮大概1分钟左右 时间差不多 开盖 淋上一点淀粉水 再翻炒一下 把里面的汁水瘦掉 这样我们的黄豆茄子堡就做好了 看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 用它来拌饭吃 真的是绝了 如果你家里也有吃不了的茄子 一定要试一下这种做法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 赶紧的试着做一下吧 感谢观看 我是阿宇 拜拜